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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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步, 我肚子餓了 那吃什麼? 去樓浮山吃海鮮吧 好… 慢著, 怎麼了? 你上個月購滿分 被人釘了牌 你忘了還開車? 沒那麼正確, 怎麼會被人捉到? 不要了, 不如讓我開車 讓你開車 怕什麼? 對了…讓阿龍開車吧 這些東西不要拼搏 不是, 我雪藏牌比你釘牌好 拿來吧 小心點 大錢 拿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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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留意了,有架白色私家車,HL1845 前科技白的,車主 有架白色私家車,HL1845 還沒收到 好,司機先停車 好,司機麻煩安全情況 駛入前面巴士站 好,司機停車 司機麻煩你適時駕駛執照和身分證 好,黃先生請你手等 好,司機停車 電台,Kilo 5Cari Kilo 5Cari,Span 電台,麻煩你交到你農場巴士站,來個人車 Hotel Lima,1845 Hotel Lima,1845 Hotel Lima,1845 武停牌,武鑊駛,Update到2018年 收到,麻煩電台 好,黃先生請你請你請來分證 謝謝 Sir,想問一下 我剛才沒有超速,為何要截停我 黃先生,根據資料顯示 這架私家車的登記車主 已經停牌了 所以我需要截停這架私家車去調查 好,黃先生你可以在安全情況下離開 謝謝 幸好我剛才叫阿龍開車 你還想說阿博 我怎麼會這麼巧,被警察查到 這次算幸運,如果真的抓到 你還要很久不用開車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 在2014年,全港登記車輛 就大約有76萬架 而當中,有部份的車主和車輛 可能是干犯了交通法例 要找他們出來,一點都不容易 而為了加強盜路執法 警方在今年三月起 就全面採用全新的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來加強前線人形的執法效率 吳Sir,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分別是由一組偵測鏡頭 和一部已經預先由運輸出 下載了數據的流動電腦所組成的 系統就會由偵測鏡頭 自動讀取車輛的登記號碼 也就是車牌 並即時將車牌 和我們電腦數據裡面的資料 作出一個比對 如果發現車輛是涉及 一些比較嚴重的交通罪行的時候 我們的人員就會將那兩車輛 截停並作進一步的調查 這個新系統主要是針對什麼罪行 這個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主要是針對登記車主已經被停牌 或者是登記車主涉及交通拘捕令 以及是車輛未獲發牌照的相關交通罪行 而我們這個系統在每一次行動完結之後 我們在電腦所儲存的資料都會自動刪除 而這個新系統在推行以來的成效相當不錯 沒錯 我們警方在2015年的3月23日 開始全面採用這個新系統 而直至到今年的4月10日 我們警方總共偵測了超過3萬4千部的車 而且亦都票控了60名司機 以及拘捕了6名司機 涉及一些比較嚴重的交通罪行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系統 可以主動去偵測道路上的相關罪行 從而提高我們前線同事的執法 以及提高道路安全 接下來有兩宗交通意外要作出呼籲 除了希望大家提供資料給我們警方之外 亦都希望透過交通意外呼籲 對大家是一個警惕的作用 避免將來發生同類意外 外界新蒲岡的著陸街 在今年的3月2日下午大約4時52分 這裡發生了坐中致命交通意外 導致一名72歲男徒人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提供消息協助調查 而案發的地點 就是大家看到的停車場入口 當時一架私家車正沿著著著陸街行駛 當它又轉入康景大廈停車場的時候 就將一名男徒人撞到 這名72歲的男徒人 身體多處受傷 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最終證實不止 警方一路作出呼籲 大家在今年的3月2日下午大約4時52分 有沒有人逃經新蒲岡著陸街 近康景大廈停車場入口附近 而有目睹意外發生的經過 如果有的話請盡快和東九龍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第一隊的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2305-7500 2305-7500 內街紅磡土光環道益峰大廈對開 在今年的3月19號 晚上大約10時53分 在大家看到的這個位置 發生了中致命交通意外 警方希望大家幫忙提供消息 協助調查 當時一架中型貨車正沿著土光環道 往航嵌方向行駛 當它駛到近落山道轉彎處的時候 才跟旁邊行車線一架私家車發生輕微碰撞 之後這架中型貨車繼續向前行駛 當它駛到近益峰大廈對開的位置 就撞向一部當時停泊在那裡的私家車 之後再跟旁邊行車線另一架私家車發生碰撞 中型貨車司機昏迷 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最終證實不止 警方一路作出呼籲 大家在今年的3月19號 晚上大約10時53分 有沒有人逃經上指 而有目睹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如果有的話 請盡快和西九龍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第二隊的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2773-5200 2773-5200 在這裡再一次提提各位駕駛人士 夏季多雨 在天雨露滑的情況下駕駛要特別小心 特別是要注意路面的情況 記住千萬不要超速 而行人和駕車人士一樣 是需要遵守道路安全守則 和正確使用道路設施的 因為每年香港交通意外 都奪去了不少報告的生命 根據2015年 各警察總區按月統計 意外傷亡數字資料顯示 在頭四個月 已經有四十多名道路使用者 在交通意外事故中死亡 而涉及長者交通意外事故 近年來都佔有相當的比例 所以在這裡特別提醒各位公公婆婆 無論在什麼時候過馬路 都要提高警覺 和善用行人過路設施 例如是行人天橋和斑馬線 千萬不要貪方便而亂過馬路 記得馬路如虎口 接下來 失蹤人口組 有兩名失蹤人士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消息 協助盡快找回他們 外街香港仔的利東村 以下一宗失蹤人士呼籲 希望大家幫忙提供消息協助調查 在今年的3月3號早上9點鐘 一對夫婦離開在利東村的住所之後 不姓稱去葡台島、橫蘭島和呂州一帶釣魚 之後就失去了蹤影 失蹤男子黃福友 六十四歲 五呎四寸高 肥身材 留有短白髮 失蹤時候 是身穿著灰色T恤 深灰色長褲 和黑色人字拖 失蹤女子羅梅 六十四歲 五呎高 瘦身材 留有短灰曲髮 失蹤時候 是穿著著深色花圖案衫 藍色長褲和梁鞋 如果任何人士有失蹤者的消息 請盡快和港島總區 失蹤人口調查組的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 二百六零一零四四 二百六零一零四四 又或者致電 九八八六零三四 九八八六零三四 雖然人海茫茫 但只要有大家熱心的協助 要大海撈針 絕對不是不可能的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